慈濟加拿大烈志文聯絡點 利用學生春假舉辦五天的 兒童藝術人文營 學藝術也學人文 十四位小朋友五天春假 在慈濟烈志文聯絡點這間教室裡 將來個氣質大改造 它打開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所謂的小書 就是裡面是小小的東西對不對 你可以放在pocky裡面的 簡單的卡片製作先上手 加點技術變立體 也可以成為一本口袋書 會先怎樣 軟色 這一會兒拿起畫筆上顏料 蓋上白紙完成一張張美麗的拓畫 好慢慢放 慢慢放 然後輕輕的輕輕的把它抹一抹 乾杯我成功了 乾杯 裝進畫框獨一無二的價值 要走很圓很圓喔 然後讓它光光滑滑的喔 這樣子可以嗎 五到十歲的小朋友 可以學習製作輕食 慈濟志工設計了水餃 高餅以及三明治 讓孩子們了解 美食上桌前得花一些功夫 進而學會喜福 接近尾聲的兒童藝術人文營 最後一項作品是花道 在老師指導下 不論男生女生 都為了向父母長輩獻上感恩而用心 每個孩子都有優點 在五天營隊當中培養出人文氣質 懂得對父母表達愛 也懂得在人群之中 常說請謝謝 對不起 打愛新聞之前 美職工加拿大報導